这是女法警第500次参加相亲活动 每个星期工作结束后 她都会搭乘火车 跑到临近城市的婚介所 参加各种各样的联谊活动 一方面她是真的想 找一个可以搭火锅日子的男人 另一方面 作为枪决执行者的她 背负多条人命 她的内心始终无法走出灰暗的阴霾 整日抑郁寡欢 形影相调 她偷偷跑到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城市 相亲似乎只有这样 她才能解脱心中的束缚 刚走进冰冷的房间 隔壁就传来一样的噪音 旁边的女人经常带男人回家 此起彼伏的声音 听得吴红燕心烦意乱 狠狠地拍打枪 才让对面的声音小了下来 可是没一会声音又开始冒出来 让吴红燕忍不住 趴到墙上侧耳倾听 那干涸已久的耳膜好似被填满 可这终究不过是隔血搔痒 几天后 吴红燕来到张玲玲老公上班的炼钢厂 旅行当初对张玲玲的承诺 没有找到她的丈夫 只能将判决书和骨灰交给厂长 并告诉她张玲玲的遗愿室 将孩子交给自己的哥哥抚养 厂长一口答应会将话传达 他们不知道的是 失去去抚养权的李军正在门口偷听 他没有脸站出来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就是因为他的窝囊 才让自己的妻子走上卖身的道路